将媒体试读的观念向外延伸 钟家吉隆邀请专业讲师 与人爱乐林学习中心的长辈 在线上分享查证讯息的重要性 更教导长辈在疫情期间 运用平板或手机 记录生活的精彩时刻 很高兴能接受吉隆电视台的 这样的一门的课程 那其实刚开始把这个讯息 剖给我们的大哥大姐他们很开心 因为他们常常都觉得 我会用手机会录影 可是呢每次录的都过场 没办法组合成一幅画 也就是说我这一趟出去玩了一天一夜 或两天一夜的一个行程 我怎么把它剪成一个非常有意思 而且达到它要的重点 那今天的课程里面来讲 老师非常的用心 有教大哥大姐们 如果透过像煮菜的方式 什么是挑选菜啊 怎么去洗菜啊 怎么在分裂啊 那怎么组成一个非常丰盛的菜 一顿饭 那范老师呢 范导演他就一直在教长辈们这部分 简单的下载 比如说是Android系统 或Apple系统的不同的下载 一个软体之下 那如何来操作 把简单的东西 就一直成功 搞定我们的一个摄影的一个模式 让大哥大姐们 他们非常爱漫游 非常爱旅游之下呢 也可以留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影片 让他们的家人跟他们一起做分享 这非常开心 感谢吉隆电视开办了这一次影片剪辑的课程 也谢谢老师引导我们认识影片剪辑的重点 和制作影片剪辑的注意事项 同时推荐了一些好用的App 让我们在疫情期间 可以在家里动手练习 有了新的生活乐趣 那利用练习的时间呢 我们可以回忆过往美好的时光 那留下生活记录的能力 谢谢 手机呢 可以有录影 还有一些景深 或者是剪接 镜头的一些观念 那这个的话就带来 给我们一些 学习的一个基本的观念 所以说虽然大家年纪大了 但是能够接受这种新的知识呢 我们应该也有比较多时间 来学习操作这种新的技术 多多善用这个自媒体时代呢 手机具备的一个强大的功能 还有很多App软体 因为商业模式的关心 所以都免费可以免费使用 那这个时代真的是一个 华时代行动传播时代 那这时候不跟 等待何时呢 鼓励营法长辈 多利用手机与平板记录生活 同时也帮助社区长辈 提升媒体试度的能力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